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3年2月28日 布里班流浪欲挫里斯特城 周三凌晨 英格兰族总杯第五圈火热开打 其中里斯特城主场迎战布里班流浪 布里班流浪最近攻防表现出色 取得三连胜的佳绩 同时经济在英冠发挥不俗 面对经济表现欠佳的里斯特城 布里班流浪值得看高一线 虽然里斯特城2月初曾录的过一波葛向赛十三连胜 期间共入9球 失三球 一扫之前的颓势 可惜随后接连面对曼联和阿仙奴 均遭遇失利打击 期间一球未入坚且均敞失两球 球队的问题再次暴露无遗 坦白说 里斯特城经济表现下滑很大程度 因为去年夏天没有补强 而上季队内头号射手 占美华迪经济状态一蹶不振 需要战时麦迪逊和哈维班尼斯来兼附进攻大旗 进攻火力缺失加上后防线发挥欠佳 球队成绩自然一落千丈 经济英超 里斯特城开季阶段曾沦位副班长 尽管之后有所起色 但球队仍未进入过英超级分榜上半区 在英格兰组总碑中 里斯特城第四圈淘汰了来自英语的华塑尔 联赛组别相差阵模大弹前者只是以1比0小胜对手 其发挥依然不能令人满意 考虑到布利班流浪近期状态更好 此番里斯特城很可能陷入艰难作战之中 布利班流浪经济表现可圈可点 联赛方面暂时以55分排名第4位 有望机身英冠前6争夺升班附加赛资格 过去三场比赛 布利班流浪路的全胜战绩 期间得失球比位5比1 当中5个入球由4位不同的球员所取得 森加拉查和施莫迪斯等人各有斩获 可以看出球队进攻火力点繁多 要知道全队至今 共有11人在联赛打开入球账户 其中5人攻入4球或以上 据统计 布利班流浪经济英冠有21场比赛能掀开记录 可见他们在比赛中擅长主动出击 前锋兵比列顿至今葛向赛事参与15个入球 英冠赛场则有10球进账 此次进账的表现值得期待 另外 布利班流浪本届英格兰组总监分别立刻诺裕志和博明翰挺进第5圈 两个对手均为英冠球队 晋级韩金亮显然略胜李斯特成一筹 加上两队最近状态差距明显 金账不妨看好布利班流浪迎波晋级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